每一位料理 輕鬆烤照 歡迎收看直訊一動力 本節目是由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 為我們的新住民朋友所開辦的網路學習課程 那麼今天課堂上也是非常開心 邀請到的就是我們的 食神主廚 陳其文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其文 老師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準備一個料理 它有點難唸 叫做香酥花枝絲 然後所以主要食材一定是 花枝 沒錯 那其他就是配的顏色跟爆香料 好 今天的其他配料也是非常簡單 麵粉 麵粉 地瓜粉 底瓜粉 鹽 米酒 白胡椒 好的 那我們馬上請老師來示範囉 是 一樣海鮮肉類留在後面 蔬菜我們先走 好不好 好 現在是要先切成蔥花 沒錯 然後就有點像那個 炒那個任何的這個胡椒鹽的食材的部分 對 看起來這食材算是滿單純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主菜 然後還有一些配菜 主菜辣椒啦 好 辣椒 對 以前我最討厭吃的辣椒 為什麼 因為千萬辣椒手都會辣辣的 但久了你也習慣了是這樣嗎 這一直都習慣不了 然後我就有試過很多你知道 那種偏方啊 其實真的還是逼不了 辣椒的這個辣 其實它是包含兩種感覺 第一個是熱 另外一個是那個痛 好 真的到今天為止 老師真的找不到這個方式 都只能忍耐著等到那個疼痛消費 所以其實剛剛以上的這一番話 就是要那個比例大家 不經一番含徹苦 菸得飯菜撲筆箱 飯菜都出現 然後再來蒜頭大概稍微輕拍一下 好 好的 再一樣同樣是要把它剁碎 我發現這道菜的配料 都要把它切得很細碎對不對 包括像蔥 辣椒 還有這個蒜頭的部分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評分標準 刀工 刀工有沒有一致性 大家在做這道菜的時候 每一個就是 包括蔥啦 還有辣椒跟蒜頭 記得都要剁得很脆 好 剛剛我們處理完了配料了 現在要來處理我們的主材料 也就是我們的花枝 那各位考生記得 在處理花枝的時候 其實外面有薄膜 裡面有薄膜 一定要稍微去掉 對對對 肉非常厚 所以不能直接來使用 我們先把它一開二 好 而且要把厚的部分 天啊 這也太難切了吧 記得 所有的花枝它都是厚的 你不是說 老師我問你拿到的花枝 比較薄 不用一開二 所有的花枝都是厚的 OK OK 所以特別記得一定要先把它 要稍微有一點點的厚度 完全是薄濕 大概有一點厚度 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你也不能切得像牙籤這麼薄 等一下吃起來沒有口感 那就變花枝餡了 把握幾個原則 就是它的寬度也是差不多 不要有一塊比較大 有的比較細 好 那我們切完當中 然後我們要來醃漬一下 OK OK 醃漬我懂 醃漬嘛 就是起碼要有三樣東西 是 第一個就是 鹽 鹽 對 然後還有米酒 米酒 再來 還有太白粉 是 以往是這樣子沒錯 但是這道菜不一樣了 什麼 有一點點不一樣 為什麼 太白粉改為麵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沾地瓜粉 麵粉可以增加 有個米酒當中會濕潤 會增加黏性 太白粉沒有那麼黏 麵粉裡面本身有麵筋 所以加一點點的麵粉 讓它抓出黏性之後 它等一下就有點像勾芡有沒有 勾… 它就可以沾附在地瓜粉表面了 來 好 我要來幫它做START 是 對 然後我們準備一些地瓜粉 它真的滿黏的 比太白粉來得黏對不對 對 是 好 一條一條一條 然後讓它有點外面 有點像裹一小小的麵糊當中 裹完之後 我們就來沾地瓜粉 然後就可以去做油炸的動作了 好 我們這個花枝醃漬完之後 緊接下來要下油鍋了對不對 是 沒錯 我們有準備一些地瓜粉 然後我們再把我們的花枝條 一條一條 裹上去囉 好 當然你可以多一點 然後 但是每一條 也是要均勻地分散 像這樣子 好可愛 好像薯條 對 好 放下去了之後 然後它就會開始起泡泡的 然後就會浮上來了 你看一下老師的手法 一根一根下去囉 老師並沒有說都撥下去 而且下去的時候 老師就直接 再三檢查一下 對 把那個地瓜粉 手勢就直接拉一下 撥掉 有沒有 不要讓它整鍋下去都是油 有時候在家裡做也是一樣 整鍋下去油的時候 這個鍋很快就報廢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老師 好 我們就要來開始炒的動作了 好 首先我們要先來爆香 記得這次油要更熟了 好 油只能放一匙 先放蒜頭去 它的順序 好 我們依舊把蒜頭炒到香味出來 再炒的過程當中 這時候火不要太大了 蔥跟辣椒都下去了 蔥跟辣椒可以同時放對不對 沒錯 好 我們大概稍微加熱一下就好了 好 好 把它加熱一下就好了 好 不需要讓它 對 就是有 老師 現在火關到最小了 好 我們的花枝圈 花枝下 好 然後椒鹽 椒鹽分別是2比1 誰2 誰1 它2 鹽1 胡椒2 鹽1 好的 好 接下來就拌炒了 好香 老師 你剛剛說蔥的部分 不要炒太久是因為 會出水 它會變軟 好 火關起來了 剛才老師用最小火 現在火已經完全關起來了 好的 現在我們就要來擺盤了 是 盡可能這時候 譬如說鮮豔的綠色 黃色 對 就在上面 好 讓它在上面這樣子 那這道料理相信不管是小朋友 或者是大人要下酒 都是非常非常的適合了 謝謝老師 是 我們準備這道料理 好的 如果大家想要學習 更多的知識 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的話 歡迎上我們新北市 政府資訊中心的網站 可以查詢到更多的資料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拜拜 拜拜